各位好 歡迎來到 水餃罐頭的菜季敲 菜季系列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一個很神秘的科技 偵察機 他的位置在 空軍 戰術攻打擊最旁邊 這邊多一條新的偵察機科技術 科技術 還有兩種 那一般大多數的國家 應該都沒有研發 開決的時候都沒有研發 就連德國也沒有 開局就要簽點 然後他唯一的功用就是 空中偵察 他唯一的任務 或是他的用途就是這個 然後他 要吃兩顆鋁跟一顆橡膠 這邊看起來真的滿虧的 大致上的性能長這樣 可以飛1300公尺 具體來說的話 我們從德國這邊來看的話 大致上就是 這麼大 那他唯一的用途就是這個 空中偵察 這個東西 我先講他的好處 他的好處就是 你在飛 戰爭 和平的情況下 你可以用 偵察機 然後空中偵察飛到 敵人家那邊去 就說我現在飛到法國 然後你在 你先選外交 然後選法國之後 這邊有個情報欄 一般來講這邊會提供一些 基本的加成 但是他 他的經濟狀 這邊要看這個 貿易法案 這邊會跟你講說 你的 貿易法案切到哪個情況下 會洩漏哪些情報出去 那 你這邊點上還都有跟你講 就是他的 經濟法 他的 貿易法案 是什麼 然後他這邊 一開始的 處死值是多少 上面你會看到 有一條 空中偵察 這就是你用偵察機 去看的結果 那這個數字 像這個13% 30% 10% 每一個國家 要看他的正底 或是他的 貿易法案的情況不同 那 這個東西 是 用 一般來講 要用間諜啦 比如說我好 我們現在用間諜去看 可以看到他這邊有一個 來自情報王 那這個東西就是你用間諜去 拉情報王 他就會往上升 然後 空中偵察可以提供 一部分 他最高的值 就是停在25 也就是你用 你平常的情況下去看他可以 給你25% 對 你就讓他一直去看就好了 然後如果 你沒有間諜的話就是 丟飛機過去就是25 然後再加他原本的值 是多少 對 那如果在打仗的情況下 比如說 好 好 這邊 丟一個 這邊有丟 空中偵察機過來 好 為了 方便區分 先把我的飛機拉回來 這邊只是他的偵察機 那我們打仗的時候 我們進攻的時候 這邊就會寫一個 空中支援 空軍支援 不好意思講錯 空軍支援 那這個東西是會提供你的傷 你部隊傷害加成 那如果 譬如說 喔我用戰鬥機過去 搶制空拳的話 他這邊寫的是不一樣的 這邊寫 這邊應該會寫 喔 這邊是敵方佔領 佔據制空拳 這個是用戰鬥機搶的 代表說這個空軍支援是用 偵察機搶出來的 大致上這樣 偵察機的用途 基本上就這兩個 那再不然就是 你可以把它丟到 海上面去偵察 會比較容易抓到船 我們先切到 不好意思 我們先切到F2 看一下那個自來圈 我在想他的 那個情報影響 應該就是 從偵察機那邊來的 對 好 完全沈默 不知道講什麼 對 偵察機的用途 已經介紹完了 從空軍支援 進去轟炸機也會提供 所以你也不用特別為了這個東西去出 偵察機 你有那個 工廠麻煩去出 戰鬥機或是 進去支援機 哪怕你出海軍轟炸 都比這個好 那這個東西 這樣比較下 他我也用途就是 我可以在和平 不打仗的情況下 去看人家的科技 但是他提供科技值 也最高也就加25% 你要再往上拉 你一定是要用間諜去拉的 那你可以看到 你加25%最多到哪裡 假設他原本提供5點 因為是民族正題 那我再加科數 也就到服役能力估算 30% 欸沒有不好意思 30%應該是到 師編之列表 或是裝備估算 但是那個估算的值 也不是很準 那你們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如果你真的缺 就是小國家 然後沒有同盟 小國家的話大致上 最多最多加個 甚至加上去最多三個 間諜 那那三個間諜 你在那邊鋪琴爆 你再配上一個25% 然後你還要再去滲透他的 民陣管理或是陸軍 頂天的話讓你算到 50好了 5060 甚至70 如果你用間諜去拉70 那你中間那25%的值 是有偵察機提供 你覺得核算的話你就出吧 好吧所以整體來說我 我真的不是很建議出偵察機 你可以出個一兩次玩玩看 然後如果你真的很缺間諜 可以拿來彌補一下情報紙 但是不用特別出 畢竟他也是要佔一格 他也是要佔一格那個 科技的 你前期科技那麼多 你要花100多天去出 沒記錯應該160吧 你要去出這玩意兒 真的不划算 那今天 偵察機的階段就到這裡了 到這裡了 可是我們今天